二十几天没理他 本来想着他会和我疏远一些 结果我发现好像我这个想法不是很成熟啊 朋友们 以前放出来还稍微要腼腆一点 至少要和他玩一会儿 他才会向我发出彩背的邀请 今天就这样直接开始了 可能是太久没有见我了 对我太过于思念了 这个背好像今天还非彩不可了 赶了他好几次了 赶都赶不走 每次跳上来就立马开始摆造型 不是说虎皮特别容易反神吗 我这次特意这么长时间没理他 怎么现在还变得变本加厉了 你们看这副嘴脸 从他这个眼神力我就看出了一种东西 叫做渴望 难怪今天这么热情 非要邀请我彩背 这肚子里面是有丹了呀 窝里也没有看到蛋 说来也很奇怪呦 我都没怎么和他互动 这是哪里来的冲动呢 还要生蛋 而且你们看他这个样子 很享受我这样摸他呀 如果现在我把他丢低上 他会怎么办呢 还没反应过来 诶 嘿嘿嘿 这下应该反应过来了 带他看看风景 看能不能转移下注意力 这一只目光都锁在我身上 看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 好像作用并不是很大呦 这只鸟已经完全被爱情冲昏头脑了 你不理他 他就像现在这样 一直在你的手里舔来舔去的 他该不会以为这样是在帮我打理羽毛吧 自己去玩一会儿 太热情了 热情的简直让我有点不适应哦 瞧吧 其他的根本不感兴趣 丢了立马就飞回来了 这可怎么办才好嘞 开始对着我的手指说情话了 还跳上舞了 看来这是真心喜欢上我的手了呀 我都有点不忍心拆穿他了 这样下去是没有结果的 这次生蛋好像有点不按常理出牌了 昨天摸到他有一颗 今天来看结果直接生笼子里去了 这是摔烂了 还是陪他捉烂了呀 这还沾笼子上了 都干了 蛋清流完了 只剩下蛋黄了 来来福 便宜你了 这剩下的个全是精华 手上还有给我舔一舔 把我手舔一舔啊 小子 系 系 拜拜